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般港星走学都要唱歌的 任达华只需要跟观众握手、合影 稍微配合主持人走一下流程 根本不用唱歌 这次活动分户外场和室内场 任达华始终很配合 对合影要求都来者不拒 身高180厘米的他 不用穿增高鞋 也可以在人群中特别显眼 令人想不到的是 这次任达华的胡须流得很夸张 仿佛已经半年没剔胡须了 又黑又浓密的落腮胡 再加上他乱糟糟的头发 看起来就像一个野人 任达华虽然平时也留胡须 但不会留这么浓密 他在活动预告视频里的胡须 看起来就比较正常 当时的胡须已经花白 看来他为了参加活动 还特意留长胡须并彻底染黑 跟台下的观众握手时 任达华的动作细节引起了争议 握手前 任达华就攻着腰 让腹部尽量地往后缩 似乎在防范什么 以至于不少网友怀疑任达华 是上次被刺伤后 留下心理阴影了 所以时刻防范被刺 还有网友调侃他之所以留这么夸张的胡须 是怕被别人认出来 网友这些猜想虽然表面上看有点道理 但可能性不大 经历过上次被刺事件后 任达华出席活动的安保水平应该更高了 而且他上次虽然被刺伤 但他选择了宽恕 不追究患有精神病的行凶者 任达华之所以攻着腰 主要是因为他站在台上 跟观众的身高差很大 攻着腰握手能让观众更舒适一些 这应该是出于对观众的尊重 任达华的出场费是多少呢 据一位在现场的网友透露 任达华出场时间也就十几分钟 但收费高达50万 虽然这出场费看起来挺高的 但很多过期港新的出场费都有5比10万的话 家喻户晓又当红的任达华收50万真不算高 在影视圈闯荡30多年的任达华 演过多部经典电影 至今仍是港瑜的支柱演员 多部带上映的港片里 他都是领衔主演 难能可贵的是 从亦这么多年来 任达华始终大大方方 骑之鲜明地表达爱国情怀 早在十多年前 他就带女儿任情家到天安门看生旗 宁幼的女儿手上拿着国旗 任达华的妻子是香港名模琪琪 身高有179厘米 夫妻俩的基因这么优秀 女儿任情家长得当然不会差 任情家的颜值虽然说不上惊为天人 但绝对算是新二代中的佼佼者 高挑的身材更是无可挑剔 有优秀的阴性条件下 再加上父母身份的加持 任情家很早就开始涉足娱乐圈 一年前正式出道 如今他已受邀出席过